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拆数字游戏的这个程式的写法 那在这个程式里面 那么阵列的运用 变成构成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范例 好 我回顾一下这个规则 上一次我们有提到过 那这个游戏的规则呢 就是第一步 电脑呢 先随机产生一个四位数 那要求这四位数呢 每一个数都不一样 那作为这个谜底 那接着使用者跟电脑就开始互动 那么每当使用者拆一个四位数的时候 电脑就比较 使用者所拆的数 跟这个谜底的四位数 那么比较一下 如果说他所拆的四个位数里头 有m个位数 那个在谜底里面有出现 那不论他的位置是否正确 那么如果接下去 他又发现说 这四个数字呢 其中有n个数字呢 他的位置跟数值都一样 那于是这个电脑就显示一个讯息 叫做NAMB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 好 那因此这样反复的这个进行 一直到这一个使用者拆对 或者是使用者拆的次数 超过原先所设定的这个范围 好 那这样的一个写法 其实就是一个描述这个游戏历程的 这一个一个规则 那么这样的一个写法不太容易 那个利用它直接就转程式 我们要写的程式 所以我们提到过 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描述之下 那么比较好的这个表达方式呢 是使用这个虚拟码 来把这个游戏规则重写一遍 那么当你使用虚拟码 把这个规则重写一遍以后 那么你就会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码 如果说要这个以程式来实作的话 要容易的很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当然要讲明这个NAMB什么意思 对不对 好 那上次已经各位报告过了 所以例如这个谜底是0567 那我们猜一个数字是5566 那么因为这个5跟6呢 都出现在谜底里面 所以这个这四个数字都有出现 不管出现几次 所以这个N等于4 然后在其中呢 有一个5跟一个6 它的这个位置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N等于2 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 电脑显示的就是2A4B 好 各位请看 当我们使用这个虚拟码 来表达这个游戏规则之后 那其实我们有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利用设想一个这个scenario 设想一个情境 然后这个情境呢 是我们可以知道它如果是放进这个规则里面的流程去跑的话 答案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这里就等于是一个scenario 那这个scenario里面你就要设定一种这一个答案 一种这一个输入还有它应该得到的答案 那如果电脑所呈现的不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知道你程式写错了 好 所以除了这个虚拟码以外 这个测试的场景情境 那么也是重要的 这一个写程式的时候该有的这个想法 为什么呢 各位如果在写你们的这个程式作业的时候呢 那么你交来的这个报告里面 你要向人家证明说 我这个程式跑出来是正确的 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正确的呢 所以你就要设想一些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境 然后他们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 而你的程式使用这些情境去跑以后 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那因此我们就对你的程式会有比较大的信心 而且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例如这些网路上的这些公用的软体 像这个Linux这个系统 它有将近五千多万张 多万行的这个叙述 那么这五万多行的这个叙述 你怎么能保证说 它什么情况都是正确的呢 那于是你就势必要设想 各种各样的这个应用的这种情境 然后来这一个执行你的这些程式 因为这样你的那些那么庞大 复杂的这些程式呢 你要去这一个了解它 然后判断它是不是正确 这是很困难的事 所以比较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设想各式各样的使用的情境 然后看我们的这个程式 能不能在这些情境之下 得到这个正确的解答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虚拟码 我有提到过 那个写虚拟码的这个原则 那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说 根据心理学的这个实验跟这个原理呢 我们可以晓得说这个我们人类 那个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大概它能掌握的这个概念的数目 大概是7加减2 就是所谓的magic number 7 plus minus 2 那因此呢 我们的这个虚拟码 它的这个步骤呢 最好是维持在一共有这个7加减2的 这个范围里面 那像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用7加减2的步骤 来描述这个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游戏规则 那么因此 由于你只能用这个比较rough的这个步骤 去描述这个流程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 适当的说 这里我们所呈现的呢 就是这个在最高抽象层次 所看到的这个解法 那所以呢 以这个猜数字游戏而言 那么我们可以写出 大概9个叙述以内的 这一个9个左右的这个叙述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上次提到过了 那这里面包括说 第一步是要产生四位数字 都不同的这一个四位数 然后这一个四位数呢 我们把它设定每一个digit 的0或到9的数字呢 是这个xd0到xd3 那么接着我们就让这个使用者 反复猜测得到的这个四位数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反复进行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使用 C-sharp的这个流程控制的这个写法 du while的这个写法 所以我们就可以设想说 在这个反复的处理的过程里面 那么只要猜测的次数 没有到达所设定的上限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继续执行 那当然你会讲说猜对的时候 也要让它可以离开这一个回圈 没有错 那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猜对这件事情呢 也把它放在这个du while回圈里面 然后呢 只要它猜对了以后 那么就可以输出猜对的讯息 并且就离开这个du while的这个回圈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输出来 好 那因此呢 这一个从这样的一个了解 我们就会晓得说 刚才的这个关于这个猜测数字的这个流程呢 我们改写成为这样的一个虚拟码以后 那么要换成这个程式码 显然要容易得多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用这种方式 普通的语言描述的时候 那我们不容易看出它的先后 还有这个流程的逻辑 而我们转成是这个虚拟码以后 那么这个计算的流程就很明显 好 那接着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因为我们只能用大概9个叙述左右 来描述这个最高层次的虚拟码 因此有一些这个动作呢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写得太详细 那这个没有办法写太详细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 那因此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最没有办法 这个在这张一个叙述里面 就讲清楚的呢 当然就是这个决定并且输出 这个NAMB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是不容易在一张投影片里面 把它都写出来 那么另外 这个用乱数产生四位数字 都不同的四位数 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 摆在同一张这个虚拟码里面 那因此这里我们就看到虚拟码的好处 那么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样 利用乱数去产生四位数 都不同的四位数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电脑应该目前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决定 并且输出这个NAMB的讯息 那我们可以先就把它写上去 先就把它写上去 那写上去以后呢 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叙述 它可以这个exactly 反映出了这个原先的游戏规则的概念 而它变成一个这个逻辑流程很清楚的 这一个写法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这里有两个比较困难的动作 没有办法在这里很明显就把它写完 所以呢 接下去我们就再写另外一个虚拟码 那再写个虚拟码呢 来决定并且输出这个NAMB的这个输出 好 那怎么做呢 于是我们再写一个虚拟码 所以这个刚才这个是整体的这个程式的虚拟码 那现在呢 是特别针对这个使用者输入所拆 决定输出NAMB这个动作 3.2的这个动作呢 我们特别来写说该怎么去把它做出来 好 那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先假设 这个谜底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是XD0到XD3 而使用者的输入是Y 对不对 那Y我们也把它转成四个单字元0到9 于是呢 我们有这个使用者输入的YD0到YD3 以及谜底的XD0到XD3 那么我们要比较这两个阵列 它们之间的相同位数 或者是这个相同数值的这个情况 那怎么做呢 好我们可以先从假设你是到XD0 那输入的有YD0到YD3 那么因此对XD0来说的话 我们就要从YD0到YD3 也就是J等于0到J小于1 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然后比对一下 使用者输入的这个YD0到YD3 和这个谜底的XD0到XD3 那么之间它们的相对应的结果是如何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YD0呢 从最左边的D0位到最右边的第三位 所以每一位都去检查你所猜的数值 有没有等于谜底里面的XD0 假如是XD0做开头的话 好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了说 如果某一个YDJ 就是Y的某一位数 跟XD0呢是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YDJ这个位数呢 它跟XD0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让它这个继续里面的回圈 那么里面这个回圈 所以我们就continue 那对于这个几A几B 它没有什么贡献 好 可是如果说你的某一 YD的这个DJ的符号 跟XD0的这个符号是一样的 那一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M 也就是说有几个数值 是在XD里面有出现的 那那个数字呢M就要加1 就要加1 好 那如果说除了YDJ跟XD0是一样的话 而且这个J也等于0的话 那表示说位置跟数字都一样的情况 又加了一种情形 所以我们把它加1 那加1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跳离开B4 loop 好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我们的这个谜底XD可以让它从0一直到3 那每一个XD的这个位数的东西呢 都拿这个YD的四个数字去比较 那比较的情形都是这个样子 那因此这个步骤结束以后 我们就能够算出这个NAMB 好 那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一个回圈的写法 那么你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太容易接受的话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前所讲的这个范例 这个测试的这个情境场景就很有用了 所以你可以这个时候你把这个XD呢 设定成是0567 然后这个Y呢假设是5566 然后呢你使用这个Excel或者是利用纸笔 然后呢依照这样子的这一个虚拟码的流程 你把它走完一遍 走完一遍以后那相信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那这样的一个程式的写法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个呢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 它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写出来 但这个写出来以后呢 它有时候不一定是对的 那不一定是对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前所看到的 这一些测试的这种情境 就是拿来做一些这一个这个虚拟码里面的结果 是否正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验证的这种情况 好 那现在这个东西呢 假定我们也利用这个Excel来这一个测验过 所以表示它的结果的确是等于 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说的2a4b 也就是这个n等于2然后m等于4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一个决定namb的这个虚拟码 大概就会是正确的 好 那如果你不放心 那就再多找几个 这一个实例 那个example 来check一下你的这个虚拟码是否正确 这个是在虚拟码的阶段 就可以去判断你的流程是否正确 这是满重要的 以前我们那个大学的时候 我大一的时候呢 我们修这个Fortran那个计算机程式设计 通常我们的同学包括我本人 这个每次的题目 我们把这个程式写好 那时候还要用那个斜码指 写好以后要么自己去打卡 要么就是请这个学校计算机中心 他们雇用很多的这个打卡员 他们也会帮学生打卡 在我的经验里面 那个我们的同学和我 几乎没有人有办法说 每一次每个人第一次上机 结果就出来 几乎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学长 也是我们住宿社的这个学长 叫林靖全 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不想还记得他 他是那个倚天那个系统 还有就是那个股票那个什么 那个他的公司的这个老板 我们这个林学长 我听说他每一次上机 都是第一次就出来 答案就对 这个实在是太佩服了 这怎么有办法 这第一次就出来 后来才听说他的办法就是 上机之前 他已经把自己的大脑当作CPU Run过很多遍 所以Run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他才去上机 所以答案就一次就出来 因此我们在检验这些debug的时候 如果在虚拟码 就能够解决掉很多的bug的话 这个会对你之后 在程式的部分 去做这个debug会方便很多 原因是因为虚拟码里面 他着重的是流程 他不去讲究那一些细节 所以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的流程就错了的话 那么即使你的程式 是可以被建置被compile 可是跑出来的答案一定是错的 那时候再去找问题就非常麻烦了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虚拟码的概念 好 那有了这个了解以后 那我们就要开始去实作这个程式 那么实作这个程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如果说这个四位 这个x这个东西呢 我们先不去写一个部分的函式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先假定他的xd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0567 然后来写后面的这些部分 因为这些后面这些部分是主要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们可以先假设这个xd的四个位数 都是知道的 那知道的就是多少呢 设他是0567 然后再把这个后面的这些流程把它写完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答案有没有问题 好 那就是验证我们刚才所说的虚拟码的结果是否正确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时候我们实作的时候 首先我们就假定这个xd到0到xd3 这四个数暂时我们不用这个计算机去 这个用乱数去这个随便产生 我们先设定它是一个固定的这个结果 那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你在使用这个乱数产生器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没有设好它的这一个seed 就是在乱数种子的话 它每一次跑的时候 那个这些数值都会不一样 那这些数值都不一样 那你要去这个征错 看程式有没有错误呢 就很困难 因为征错里面呢 第一个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出错的部分把它isolate 这个固定下来 那如果说 而且你的这个error的这个结果呢 必须是这个很有重复性 也就是你每次跑都是那个结果 这样子的话 你去debug的话才会比较容易 好 那但是当然现在很多 这个平行处理的计算很发达 那在这些平行计算的这个case里头 那你每一次跑的那个 执行的这个结果可能就不见得一样 就是说里面的细节可能不见得一样 debug就比较麻烦 那所以这一个我们使用这一个乱数的时候 也是一样 在写这个程式的时候 先不要让它这个随意的变化 而让它设定是某一种这一个设定的值 然后再来看这个设定的值 去执行的时候会怎么样子 那这种测试没问题以后 我们才把这个random的随机的成分加到里头去 好 那因此呢 我们现在就假设谜底是0567 那么这个使用者 这个输入的这个四位数呢 是假定是这个用四个character呈现的这个阵列 就是这个yd 那yd它的这个index 就会是从0到3 所以yd0代表使用者输入的第一位数 yd1代表它的第二位数 依此类推 好 那这一部分呢 在这个程式的西校名的写法该怎么写呢 好 我们也是拆一个四位数 那我们晓得这个console.reline的话 是输入一个字串 对不对 到enter为止 那么这个字串呢 我们现在要把它分成这个四个元素的这一个character 那因此我们就这里在取得这个字串以后 那么再要求说把这个字串呢 换成是这个字圆的阵列 所以例如看到5566 对不对 所以当你这个从键盘上 你打5566 enter以后 那它得到一个字串就是5566 但接下来它会把这5566呢 把它放到一个阵列里面去 这个阵列里面的第一个元素是5 第二个元素是5 第三个元素是6 第四个元素是6 那这个结果我们再把它放到这个所宣告的变数 Yd里面去 那因此Yd这个阵列 它里头就有这个四个这个字圆 所构成的这个阵列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提到过这个do while回圈 它继续的条件 它继续的条件是你所拆的次数小于这个我们所设定的这个上限 那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计数器来计算这个使用者到目前一共拆了几次 所以我们使用一个变数 所以我们使用一个变数叫做ngas 那么当使用者拆了一次的时候 我就把它拆的次数加1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虚拟码 就晓得说这个当它输入这个Y以后 我们就要去决定这个namb的结果 那因此我们需要去累计n跟m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比较的时候呢 这个显然这个n等于0 然后m也是等于0 这是要设定它的出值 好 那接着我们就把刚才虚拟码所写的 这一个计算的这个过程 把它翻译成为这个c-sharp的这个程式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个虚拟码的内容弄过来 好 然后当这一个从里面跳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个要有几个a几个b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把这个程式从这边开始 跑到这一边 写到这一边 那我们就可以让程式去跑一下看看 然后看看它的这一个n跟m的值 是不是正确 还没有 还有这个do while这边 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弄完 那才是这一个完整的 这一个可以执行的这个程式 那这边就是跟我们前面所看的是一样的 好 那么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类似这样的程式呢 那么它在我们的这个教材里面的 这一个c-sharp的这个档案里面 它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各位看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义的这个教材所附的 这一个程式的范例档案 那你也可以参考这个讲义里面的这个内容 你可以这个要准备写这个程式的时候 那么你先把你所要写的虚拟码 那在这边来写出来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idea 所以不一定说虚拟码 一定要写在另外的纸上 那你把虚拟码写在这个程式档里面 那有好处就是说 这个大家要了解你的程式的话 看这一些虚拟码就懂了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说 如果你的程式在一直更改的话 那你虚拟码没有跟着改的话 那也会麻烦 所以这个自己衡量看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测试用的5566 所以这个程式在写的时候 其实前面的这一部分 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直接就设这个 XD0到XD3的这些内容 然后用这个方式去跑以后 然后得到这个NAMB的这个显示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要写一个稍微看起来有点麻烦的 这个程式的话 那么基本上用这一种方法去想会比较好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刚才的虚拟码里头 后面这一部分 从第二步到最后这一步 我们可以说这个都弄完了 对不对 好 因此剩下第一步 那第一步是一个跟乱数有关的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 后面这些东西都测试没问题以后 我们才来说这个利用乱数 来得到这个不同的结果 好 因此你要得到一个四位数 都不一样的这一个乱数的话 那这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的一个办法就是说 你先想想看 如果说你用纸笔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怎么做 那你会做的事情 应该就是说你先 比方说找一个乱数表 随便找到一个digit 然后说这是0还是1 2 3 6 7 8 9 挑一个 好 于是你在纸上记下来多少 好 然后再来第二个 挑第二个的时候 你再就要 这一次就要注意说 它跟前一个有没有一样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如果说一样的话 那就表示第二次挑的这个数字不妥当 我们得继续再挑一个 然后再比较它是不是一样 好 从这个概念有了以后 我们把它转成是虚拟码 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要一直在比较 是不是0跟9里面的哪一个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用的一个技巧 所以我们就是说 首先用一个0到9的乱数 假计叫做k 那么这个k的话 我们就要去检查 这个k它所对应的数值 就是0到9的这个质源 它是不是跟已经弄好的这些xd的元素 是重复的 如果有重复的话 那就要这个再做一次 重新再取乱数 重新检查 这样反复的进行 那么一直到说 这个我们所检查的这些结果 表示说这个dk 你所摸到的这个k 它对应的这个数值没有出现过 那于是我们才把这个现在的这个dk的结果 设到这一个xd里面的di的这个字元 好 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流程 没有办法懂得很清楚的话 那么尝试着用Excel或者是你的纸笔 把它跑一遍 你就会了解到这个程式为什么这么写 好 那因此呢 这个部分我们把它转成是c-shop以后 那么这个部分的写法就变这个样子 各位看 第一这个captor的阵列是从0到9 那另外呢 我们可能要去检验说 是不是要重新再取一个 这一个随机乱数 那如果是的话 我们这个again这个boer就设定为true 否则就设定为false 好 那接着我们就设定一个乱数产生器 这个上个礼拜讲过 那么你要你就是写一个random 然后rand等于new一个random 那这样一写就表示你得到了一个 这一个乱数产生器 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乱数表 而且呢 确定是从哪一行的这个数字开始 好 那因此呢 接下来我们就从i等于0到i等于4 那就是我们需要决定四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这个i就代表说 你所决定的第几个这个数字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检查说 产生一个乱数 那它的数值的结果 必须在0到9之间 就我们所知道的随机产生器的这个性质 那么当你有一个乱数产生器以后 你每次要拿一个这个乱数的时候 你就从这一个乱数产生器的ra等d这个地方呢 然后你呼叫它里面的一个函式叫做next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乱数 而这个乱数呢可能是相当大的一个除数的这个余数 所以它的数值是一个蛮大的整数 有通常 那所以呢 这一个 可是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个0到9的数字 那么因此我们的办法就是拿这个乱数 去取它除以10的这个余数 那这个除以10的余数呢 就必定是在0到9之间 所以k是从0到9之间 那接下来我们一开始先假设说 这个值呢不需要这个就没有重复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就假设一个again是等于false 那接着我们再来检查 我们刚刚得出来的这个dk 它是不是跟你之前的这个得到的xd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 那如果你所得到的乱数的这个dk呢 它跟已经有的这个xdj 都不一样的话 这个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再继续找下去 就是这个j从0到i 所以你原先这个一共准备了 得到了i个这个xd嘛 对不对 那因此呢 这个j就从0到i-1去检查这个dk 是不是在这个xdj里面出现过 那如果不相等的话 那我们还必须查下去 你要把整个已经有的这些位数都要查过 所以就让它继续 那否则的话呢 表示说这一个有重复的情况 那有重复的情况的话 就需要再重新再来 那因此我们就从这个for loop里面 break 跳出来 然后回到这个do while里面 再去产生另外一个随机数 然后再来检验它是不是 跟你之前的这个xd的这个结果一样 好 那因此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这个我们使用这个阵列 这个协助我们完成这个猜数字游戏 那么它的这个程式的这个发想 以及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 大概是这个样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意为正列 它的排序还有倒排还有搜寻这几件工作 原因是这个我们在这个程式里面 会使用意为正列的这个情形 常常需要去把这个内容呢 依照大小排列 或者是由小而大 或者是由大而小 那么也有时候 我们要在这一串数列里面 去找寻这个某一个这个数值 是不是存在这个正列里头 那么因此这个我们的 这个意为正列的这一种的资料结构呢 它的这个最常见的这个运算 就是这个排序 或者是倒排 或者是搜寻 那么这一类的这个运算呢 那么再从前 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代 那么这一类的这个问题 经常把它放在这个正列的这个内容里面 所以你可以这一个 老师考这个题目很简单 他就随便给你比方说十个这个数字 然后要你写一个程式 把这些数字呢 这个由小而大排列起来 或者是由大而小排列 例如说这个班上的成绩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这个 你写一个程式 找出这个班上的这个第一名是谁 或者最后一名是谁等等 那么所以这一些排序的这个工作呢 是经常要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计算机科学里头 那么在这个例如作业系统等等的研究里面 有很多地方它也需要做排序 那么例如这个 假定我们的这个CPU 那么它可以有这个很多个 这个因为time sharing的关系 所以其实是有好多个程式 都等着要让CPU来执行 而CPU执行的时候 它必须依照这些process 它的重要性的这个程度 加以排序以后才能决定说用哪一个 先跑哪一个程序比较合理 然后这个程序就让它跑个20mini second 然后再检查 那个接下来优先顺序最高的是哪一个等等 所以这个排序的工作可以说是 在这个计算机应用里面 经常经常用到的这一个方法 那么所以大概从1950年代开始的 很多的电脑科学家 就对于这个排序搜寻这些东西 发展出了种种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演算法 那么这些演算法 有这一个很直截了当想法的 非常naive的这一种所谓的bubble salt 或者是所谓的hip salt 或者是建立一个二元素的binary salt 或者是使用平均而言最有效率的quick salt等等 反正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排序方法 而且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程式语言 现在都已经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这个排序 或者是这个盗牌搜寻等等的这种功能 那么因此这个绝大部分的 这个高阶的程式语言 都已经不需要再让你去写这样的一个程式 那然后这个如果你还继续在英文叫做re-invent the wheel 等于重新来过的话 那大概除了说能让你体会到说 什么样的演算法效果会让你比较有感觉 什么样的比较差等等 除此之外没有太大的这个用处 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课程呢 我的设定是说我不教你这些东西 你有兴趣的话 那么之后你可以去找这个资料结构 跟演算法的书来看 因为大部分的这些 演算法或资料结构的书 会拿这个排序等等之类呢 作为它的这个讨论的一个重点 好那因此呢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们所需要的是希望各位能够使用这些 现成的这些方法然后去都完成你想做的这个事情 提高你学习这个程式设计的这一个成就感 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就不会要求你做这些事情 那个助教也请注意 那作业不要出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只要你能够从这个西校语言里面 直接可以运用已有的这个方式就能玩做的工作呢 就不需要让同学再去reinvent the wheel 把这个东西重新再弄一遍 好那因此我们只告诉你怎么样去用这一些方法 而不touch到说它背后的演算法是什么 那你就不用去管它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一个把这个意为正列里面 常见的这个演算方法都秀出来的一个例子 假设你有一个正列A 你已经在别的地方先宣告 而且已经设定里面的内容了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这个正列 一小而大排列的话 那么我们只要写一个叫做array.sort 然后把这个正列写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A的这个排序 好那如果说我已经排完以后 或者是你这个就想把这A倒过来排一遍 那因此这时候你只要写一个array.reverse 然后把你这个设定的这个正列放在这里 这就可以完成这个array里面的 这个reverse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那再来呢 是如果说这个我们想要知道说 我的A正列里头 那么里面的数字 1是出现在第几个 这一个element 也就是它index是多少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利用 这一个array.indexOf 所以可以从A里面去找出 1这个整数它第一次出现的 这个index是在哪里 所以这个时候 idx就等于是这个A正列里面 它的1的位置就可以找出来 那这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 你当然也可以去找2的第一次出现 是在正列里面的第几个 这也可以 好那你可以找第一次出现的 你也可以找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说这个你发现 它的indexOf跟lastIndexOf 都是相同的一个index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element在正列里面 只出现一次 对不对 在这里我所用的范例 这个A是假设是这一个整数的这个数列 但是这一个对于我们在处理一小段文字的时候 也很有用处 所以例如英文的某一个段落里面 那这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的段落 或者把整个句子当作是一个字串的这个正列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这一个里头 这一个一些比较没有意义的 所谓的stopping words出现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问他说 例如A如果代表的是这个句子的这个字串 所构成的这个正列 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 array the index of 然后A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字串 那个比方说the 那因此你就可以知道 在这一个一长字串里头 这个the 这个英文字 它是出现在这个正列里面的第几个位置 然后你就可以对这些东西做处理 好 所以利用一维正列 可以做蛮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 通常这一种这一个排序的这个工作呢 会牵涉到这个另外一组的这个正列 那那一组正列跟这一组正列呢 两者之间是这个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里有三位同学 那他们的学号和学习成绩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附带跟各位讲 这个B645331就是我的学号 OK好 所以你看我给他最高分嘛 对不对 好 那不要跟我的同学讲 好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字串的正列 那就是B645330到B645332 OK 好 那另外有一个正列呢 是整数的正列 就是这个学习成绩的 88、92、82跟86 好 那这两个正列 他们其实是拼在一起的 你不能随便把它拿开 所以这个645330就一定对应到88 然后92就一定是要跟着这个B645331 所以是要一起的 那在这个一起的情况里面 其中这一个唯一存在的那个正列 例如这个学号 因为学号不会有这个两个用一个学号 对不对 好 那因此呢 这个当我们要identify 这一个某个内容的时候 那么那个东西我们就叫它做Key 一个Key 这个跟它相关联的这个阵列 那个就叫做象 Item 所以有Key 有Item 那你可以想见它一个应用是什么 就是我把学期成绩先由小而大排列 那你成绩由小而大排列的时候 那你要注意它的这个学号 必须这个Key必须跟着改变 必须跟着改变 也就是这边Sort的时候 那么这边学号要跟着移动 这样的情形 好 那因此呢 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 怎么做它呢 例如学号是012 然后分别代表三个字串 B645330 B645331 然后B645332 对不对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字串 像刚才这个是Key 那个identify 谁是谁的 那个叫做Key 那另外这个是Item 那这个Item是什么 就是它们对应的成绩 所以这里是Score 012 所以是88 912 86 然后跟这个是相对应的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成绩排列以后 我们可以用的方法就是这样 array.sort 把成绩进行排序 那排序的时候 它对应的Key 还有其他的Item 要怎么样跟着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说 这个Score改变的时候 它的这一个register Number 这个东西 这个Key的这一列呢 这个阵列 也要跟着一起这个调整 好 调整完以后呢 那我们得到的这个阵列呢 就会是这个分数 由小而大的这个排列 所以就会是86 88 92 然后它的学号就跟着是排成是B645332 然后B645330 然后B645331 好 可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奇谋要打那个ABC 这些成绩的时候 那可能前百分之多少给A plus 多少给A 都要给B 都要给C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是按照由大而小排列 而不是由小而大排列 怎么办呢 好我们来一个reverse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阵列全部reverse 全部reverse以后 那我们就依然可以得到这个分数跟学号对应的这种结果 但是呢 他已经依照他的这个学号大小由大而小排列了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接着把每一个这个学生的这个成绩印出来 而这个成绩是由大而小来排列的 所以就可以得到他的名次 好 那因此呢 这个就是说完了意为正列的这个一些常见的这个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一个稍微深入一点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这个阵列 那么在这个计算机语言里面 在这个嬉笑里面 他是怎么样来这个处理这些阵列 所以有一些这个运算 他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法 可能会跟你所想象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呢 我们主要想说明的 就是这一个正列的这个assignment 和copy 这两件事情 那么从基本观念看的话 你把一个array copy到另外一个array 或者把一个array assign给另一个array 好像是很顺理成章 简单的这个事情 好 可是这牵涉到 这一个程式语言怎么去实作 这些运算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些要注意的这个事情 好 来我们来先看这样一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重要的部分 是在这个地方 integer a 然后它有这一个10个 这一个整数的这个储存的这个样子 好 那我现在呢 这一个来说明一下 好 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程式的叙述 是写说 int a 等于 new int n 然后n 等于10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叙述是这样子 那么当你写这样子的一个叙述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new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说 我们的这个程式 去跟这个作业系统 要求呢 这个配置一块这个记忆区域给我们 所以当这个计算机看到这行叙述的时候 它就会 它就会在这个heap space里面 然后就安排了10个整数的空间 然后把它的这个地址放在这个stack里面的a 这个阵列的代表符号 然后把这个地址放过来这里 好 所以呢这个叙述做完的时候 它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阵列里头 然后10个整数的空间 然后把那个开头的地方的地址存到这个stack space里面 a这个地方 所以用a这个符号所代表的位置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那个另外一方面呢 接下去呢 我可以看到程式的这个叙述呢 是用乱数产生器 产生出乱数 然后除以10的余数把它assign到ak里面去 所以这个a里面 就会被乱数存放进去0到9的数字 有10个 那有可能是重复的 好 再来这个很重要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这个阵列 如果你想要assign一个阵列给另外一个阵列b 那么很直接的想法就是写说 我宣告一个阵列b 然后让它等于a 好 这样写的时候 我们会以为是 会把a的内容呢 这个复制一份放到b的内容去 好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那当你写一个这个int这个阵列 然后写它b等于a的时候呢 那么当你这么写的时候 那么计算机它所做的事情 其实是这个它在stack这里 准备一个空间叫做b 然后呢这个b呢 它要从a那边assign过来 在想象中好像应该是b这边呢 弄十个这个整数 然后再把a的内容呢 一个一个复制过来 对不对 感觉好像这样子 好 但其实这个计算机为了效率喜见 它不会这么做 因为把整个阵列复制移到另外一个阵列去 这是很慢 动作要 这个如果你的阵列很长的话 它会很耗时间 所以呢 这个他们采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是让b里面储存一个原先 这个地方的地址 OK 好 那因此呢 写一个int方括弧b等于a呢 那么在c sharp里面 它的做法就是把你原来a里面的这一块区域的 这一个位置也放到b里面去 这样它只要做一个assign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么不需要去动到这个整个阵列 好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个是当我们把整个阵列的名字 然后assign给另外一个阵列的宣告的时候 那么你所看到的会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接下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b 如果现在对这个b呢 来做这个sort的话 那我刚刚讲的这个sort 或者是reverse 或者是这个搜寻的时候 那sort跟reverse都我没有讲一点就是说 每次sort过以后 你的阵列内容就改变了 你的内容就改变了 所以例如刚才如果原先不是照这个顺序排的 那sort过以后 那个阵列它的内容就会变成是 由小而大排列 那你要回到原先的这个阵列的话 是不可能 好 那因此呢 在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b sort过以后 好 那它这时候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如果要求是 如果是array到sortb的话 那它就会根据b这里所指的地址 找到array的位置 然后把那个内容呢 这个sort过一遍 那因此 这个你原来a里面 可能是什么一种排列的方式 例如说0537之类的 那你经过这个array点sortb以后 那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就变成是0357 所以这时候你再去看a的内容的时候 它就已经变掉了 变成0357 也就是跟着已经sort过了 好 那因此呢 这里就产生了 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所谓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也就是说 当我们写这个array到sortb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 看程式的人可能也不会想到说 这一个跟它一起的a呢 它在这一步sortb的过程里面 a的内容也跟着被sort掉了 那因此这种情况呢 就产生了所谓的副作用 也就是你的程式叙述 所做的事情 还包括这个 从这个叙述看不太出来 如果只看这个叙述看不太出来 它们之间是 也会产生那样的行为的结果 那因此这样的话 就是一种所谓的side effect 那个副作用的情形 好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接下来 如果说 我们想要的是 这一个我先前讲的那个样子 就是说 要一个一个copy以后 各自分开处理 避免这种副作用 如果你想避免这种副作用的话 那么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也意味着说 这个sort它其实提供两种assignment的方法 那么一种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如果你没有这个副作用的疑虑的话 那么使用直接assign地址的方式 会是这个比较有效率的快速的方法 可是如果你希望说 这个看成事的人 还有自己 不要被这个 可能不要这个 被这个叙述所蒙蔽 而使它产生副作用 而你还不知道 那这种情况你要避免它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种方法 来这个做 来做这件事情 第一种做法 就是说 这个c呢 我不直接assign a给它 也就是说 这个c呢 我就是让它再产生 这个新的空间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比方说 我们一样int 然后c 那注意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想把a的内容 搬到c那边去 可是呢 不采用先前讲的这一种 快速的这个方法 而是我们来要求说 c也要new 然后int n 也要有十个 那因此 这时候的做法就变成是 c呢 它也会跑出十个空间出来 那下去怎么办呢 就使用一个for loop 然后把a里面的内容 一个一个把它复制到c里面去 好 那因此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宣告了这个c 有没有 然后等于new rntn 对不对 然后再利用一个for loop 把a的正列的内容 一个一个复制到c里面去 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免 副作用的产生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array.reverse c呢 这个时候的c 它就只有在 它自己被分到的 那一个空间里面 它在这个 它所碰到的这个空间里面 去sort它 那因此呢 就不会影响到 牵连到这个a的正列 好 那因此呢 用这一种方式 就可以避免 这个直接assign的这一种副作用 好 那因此呢 我提到 就是说 你看像我们之前 讲这个bool的运算的时候 有提到那个bool的end 还有or呢 有所谓的short circuit的这个计算 对不对 那么short circuit的计算的话 是在没有副作用顾虑的时候 那么它会是一个 这一个有效的快速的这个计算方式 那么可是如果你有考虑到 某些运算是不是会有副作用的时候 那你就要采用这个比较虽然複雜 非常慢一点 但是比较可靠的这个方法 那所以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要这个使用这个比较可靠的 这一种有可靠度比较高的方法的话 那我们就要这个重新自己写一个for loop 然后把这个原先的正列的内容 一个一个的这个复制到 这一个我们所设定的新的这个正列里面 好 那但是这样子的做的话呢 这一个如果每次我们大家想这样做的时候 都要去弄一个for loop 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蛮麻烦的 那么因此这一个在c-sharp里头 它的array的这个class的名称 它还提供了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sort、reverse 还有这个index of、last index of之外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功能就是叫做copy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把a的内容把它复制到b里面去 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这种做法 真的是一个元素一个元素copy的话 那么你可以不必要写这个for loop 你只要简单的写一个array.copy 然后把正列的内容 从a一个一个元素复制到b这个正列里面去 那么这个复制的过程里面 一共有牵涉到n个元素 那因此就是写一个array.copy a到d然后到n ok 好 那因此如果你这样做过以后 你在这里对于b做任何的运算 那么都不影响到a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因为类似这样一个东西 那你如果去跑出来的时候 常常会大吃一惊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它内部里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启动我们的这个范例 来看一下这个程式跑起来什么样子 这是刚才的这个程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 把a直接assign给b的这个叙述 看看它做了哪些事情 我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一样是建制 然后我们就开始征错 开始征错的话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int方瓜弧b等于a这个叙述 那么将要执行这个叙述 而还没有执行这个叙述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观察到 这个时候自动变数里面 它有列出来一些 我们看到要注意的叙述 其中一个就是a a正列你可以看到 这里就告诉你它的内容是 这个5118389108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前使用这个乱数 然后assign给这个a的这个内容 你记住它现在是这个511开头 好那接着我们下一步 我们使用不进入函数 那现在看b 好你看b的内容 现在也是51183多少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a跟b呢 经过这一步以后 都指到相同的一块正列的区域 都是这个5118389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再下一步 我们把b sort 好把b sort 那因此呢 我们这个征错呢 就继续不进入函数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经过这个b sort完以后 那么你可以发现b里面的元素呢 它有小而大排列 从0开始 0111358 那这里面红字就代表说 有发生改变的这个变数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b是这个样子 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过头来 看这个正列a的话 原来的a是5118多少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也变成是0111 由小而大排列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a跟b被指定到同一块区域里面 使得当我们对这个b做sort的时候 附带的把a也把它排序了 所以就造成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这个后面我们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呢 就是这个利用这个新产生一个区域 然后逐一复制给c 还有给b的这个写法 好那因此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中断点呢 射到最后 那我们就让这个增错直接继续 那因此它就到了最后的地方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a还是维持着011135刚才的结果 好那这个b当然就跟它一样 所以这个b也是011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c c呢我们是把a的内容复制到c过去 然后呢让c呢重新这个倒过来排列 对不对 好倒过来排列 所以呢倒过来排列以后 c的内容就是9881这样一直下来 一直到0 对不对 那d呢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d呢是d有这个倒过板 这个样子 而这个时候你回头去看这个a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a保持不变 好那因此这个就代表了说 当你整个阵列要assign或者是copy的时候呢 那么你要注意这里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提到过 那就是说这个它提供了一个 这一个容易快速的计算的方式 那也提供另外一个比较可靠 不会有副作用的这个方式 那要采用哪一种就由你自己决定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二维的阵列 二维的阵列呢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 那很多都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呢 比方说 各位可能以前在国中或者高中 也许有当这个小老师 要帮老师计算全班的这个成绩 那这些成绩呢 那可能你就是要去key in 每一个学生的每一科的成绩是多少 但是等你key in完毕以后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地去计算出 这个每一个科目它的全班平均 或者是这个某一个学生 他的这一学期 他的这种各科目的平均成绩如何 好所以这里呢 我们又请出来了这三个学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上一回呢 这一个B645331呢 在计算机程式设计的时候得分是92 那现在这一次他好像变成86了 好然后呢 这个计算机概论呢 这个最高分也变成是B645330 所以这样子我比较好跟我同学交代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 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格是我们经常在用的 那如果说这个我们可以 这一个把这个表格呢 这个运用 计算机 C-Shout 来处理的话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一定是比较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 在这一个电脑应用里面 需要用到二维正列的这个例子 那例如说这个一个图片 它的图形的档案 那么它会把这个整个图片 它的X方向 就是宽方向跟高方向呢 那么每一个位置 它的这个颜色 我们提到过代表颜色可以用四个Byte 代表这个红绿蓝的这个大小 以及呢还有一个是这个透明度 那呈现出这一个每一个Pixel的这个像素的这个颜色 那因此 所以像是这个像素 这个图形的这个处理等等呢 也很需要使用这一种这个二维的这个正列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成绩分布表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二维的这个正列 等于是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它全部都只能是一种资料的形别 所以你这个地方并不适合说 把这个A这些东西 还有title这些东西 也把它弄到你的表格里面 那比较不适合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二维的正列呢 是所有的元素呢 都是同一种这个资料的形别 所以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它最好能够用的这个二维表格呢 就是这样子一个成绩的这个表格 那这个成绩的表格可能是这个double 这个或者是integer 水拟决定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目前就是要利用 这个title以外的这个表格在这里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能够计算这个每一个科目的全班平均 以及呢 每一位同学他的这个学期成绩的个人平均 所以就是要去计算这个这一列还有这一行的这个结果 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以刚才的所提示的这个表格的话 那我们在计算机里面 要如何去这个表示出刚才的这个表格呢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它一共有这个两个科目三个学生 好 那因此我们就设定这个number of students 是3 然后number of subjects 是2 那接着学号这一部分它是字串 所以我们得要有一个字串的阵列 那个regis number 那么它有多少个学生就有多少个regis number 好 那一次接下来我们就设定这个第一个学号是B645330 第二个学号是B645331等等 好 那当然你可以用我们前面讲过的 用大括号的方式 然后把这三个内容摆进去也可以 那在这里我们是一个一个分开的设定 那另外还有在这个表格的这个上面的表头呢 那我们一共有两个科目 所以我们用这个subject 来代表这一个表头的这个内容 那么它第一个科目是计算机概论 那第二个科目是计算机程式设计 那这些部分就是使用一维正列可以表达出来的 好 那再来我们需要处理的是这一个二维的这个正列 那就是这个score 成绩的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注意到它一定是先讲说有多少列才说是多少行 那么所谓的列是水平的这个叫做列 那么垂直的这个叫做行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的table它是三列两行 OK 三列两行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列是以学生来分的 所以一共有三个列 重的有两行是以这一个科目来分的 所以那就是n subjec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以刚才这种表格的这个情形 我们可以宣告它是一个二维的正列 就是类似表格的情况 有n列有这个多少列然后有多少行 所以在宣告它的时候呢 我们要在宣告的时候它的data type这里呢 要使用一个方瓜糊 但是中间要加一个斗点 加一个斗点的时候就表示 我们需要有一块记忆的区域 这个记忆的区域呢 我们的解读会是一个二维的这个正列 好 那这个二维正列在计算机里面的记忆系统里头 它如何来安排这个二维的正列呢 这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好 我们先看就是说 这个虽然这个计算机它有它的一套 去储存这个二维甚至三维以上的这些正列 可是呢 对于写程式的我们来说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呢 它我们想象的就是一个有多少列 多少行的这一个表格 所以你就依照表格去处理它就可以 算是一个我们的抽象的模型 那计算机内部要如何去 这一个储存这些抽象的这个资料行别 那这个是我们后面再讲的事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当我们宣告了这个score 它的这个有三列两行之后 那么这里有一个办法 就是可以把它的内容填进去 所以我们刚看到了 有这个刚才的那个分数 有没有 score00就是代表B645330 它的第一颗计算机概论的成绩是90分 所以这样写 那么它的第二颗的这个成绩是这个计算机程式设计 那它是第一个学生 然后第二个科目 那么是84分 好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 使用这个六个assign的这个叙述 然后填进去这个score它的这个内容 好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方瓜糊的方式 来一个一个填进去 那么接下去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我们是需要去计算它的这个每一列的平均 以及每一行的平均 那么分别代表这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平均 以及科目的全班平均 那么因此我们就等于是要设定两个一维的正列 那其中一个呢 是计算每一个学生的成绩总平均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individual average 那另外一个呢 是要计算每一个科目它的全班的总平均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subject average ok 好 那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individual average 我们有多少个学生 就有多少个这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平均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有多少个科目 那就有多少个每一个科目的全班平均 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计算individual average的话 就是说每一个学生的平均的话 那么你就要注意这个时候 这个回圈的外面 外层的回圈是针对这个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学生 因为我们要算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平均 所以对于每个学生来说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总分是0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i 第i的学生所对应到的dj科的这个成绩 把它加到这个sune里面去 那因此用这个方法就是在对di的学生而言 那么他把他的dj科的成绩 把它加到这个总和sune里面去 那么当这个for结束以后 就代表说这个学生所有的科目的成绩 都已经加总了 那加总之后我们再去除以他有多少科目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学生 他的这个平均成绩 那因此这样一个步骤 就可以来计算这个每一列的这个平均 如果你要算列的平均的时候是如此 那如果你想计算行的平均的时候 那当然就颠倒过来了 把这个intj跟unsubject放在外面 然后把这个学生放在里面 然后用这个还是用这个方式iJ去算出来 但是这一次要除以这个学生的这个个数 这样你才可以得到这个科目在这个全班的平均成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阵列 那么其实这个计算机是怎么储存的 好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阵列的宣告的时候 那就是int中瓜湖 那么中间有这个一个痘点 那表示它是一个二维阵列 那么这个二维阵列呢 在这个new的时候呢 你得要告诉它说你有几列几行 ok 几列几行 那这几列几行在引用的时候 第一个index是它的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第0列 所以它的第一个index是0 然后这个是第一列 所以它的index是1 第一个index是1 那这个是这个第二列 所以这个index是2 ok 好 那如果是行的话呢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第二个index 所以这是第一行 因此它的行的index都是0 然后这个是第一列 因此这个所有的这个行的这个第二个index都是1 ok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这样宣告的时候 我们的认知是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格可以来处理 好 可是计算机里面在排列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有秀过计算机的记忆系统的概念图给各位看到 那么在那个概念图里面呢 这一个计算机的记忆是这一个一列下来的 然后每一个有一个地址 对不对 好 那因此呢 如果你碰到我们想要处理二维的阵列的时候 计算机里面事实上不可能这个弄一个二维的空间给你 不会 那因为呢 这一个我们之后的采用的这个data的形式会更越来越复杂 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这一个用你的这种方式去取用它的这一些data 所以它的方式呢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roll major 另外一种叫做column major 那这个roll major 那我们C sharp应该用的是这个roll major roll major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先把第一列的这个元素排完以后 再排第二列再排第三列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计算机里面 这一个二维的阵列 它内部储存的方式是00、01 然后接下来10、11 然后再来20、21 那因此这样的排列方式造成两种后果 第一种后果就是说 当你想要截取这个二维阵列里面的某一列某一行的东西的时候 那计算机必须依照你所宣告的这一个列数及行数 去计算这一个你的这个要求的元素是落在这一个heap space里面的什么地方 好 那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个你的di列dj行这样的一个index呢 加上这个3跟2去计算 所以你可以利用 因为每一列是这一个两个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你要这个第二列第一行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这个index 第一个index1 第二个index0的时候呢 它会利用这一个前头的这一个每一个row有的这个数字 去乘上你i-1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乘上i然后再加上j 那就可以得到这一个你要的这一个对应的方式 也就是左边这一边它计算机内部利用简单的算数 它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它在右边那个地方实际上的排列里头 它应该去抓哪一个data出来 所以这个是举行的这个阵列的这个地方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列的时候 其实它的这个第二个dimension的那个值呢 其实在计算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那不一定用得到 不一定 通常不一定用得到 那所以呢 这一个有一种情况会发生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 那那个你设定的i阶可能会跑到这个区域的外面去的话 那那个时候就会发生这一个exception 然后我们的计算机就会通知你 这个你的阵列它的index超出这个你所设定的这个边界之外 那这个是我们在跑程式的时候 不小心的时候呢 会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一个阵列呢 它本身这一个即使你用了一个超出它index範围外的这个index的话 那么还是这个建置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过 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是一个semantic error 你得要这个利用这个征错器之类的东西慢慢去找 看看说什么地方你的这个阵列它的index超出了这个你所宣告的范围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秀的例子里面 我们是先计算这个每一个学生的这个平均成绩 那么因此这个我们是等于是一列一列的在处理这个奥威的表格 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nested这个double的这个回圈呢 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因为它是一列一列的处理 所以在这个外围回圈里面 是用这个i从这个第一列一直到最后一列 但是它的内部的话呢 就变成是以这一列而言的话 那它会先这个处理这一个 然后再处理这一个 所以呢 这个先处理第一个colour 再处理第二个colour 这个样子 所以它在内部的回圈是colour 内部的回圈是第一个colour 第二个colour 第三个colour 这样子 那最外面的回圈 是这个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这个样子 好 那因此呢 这个在我们处理这个二维正列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for的这个排列方式 影响就很大 因为我们这样排的时候 处理的是一列一列的结果 那如果你要处理一行一行的结果 例如我们要算出某一个科目的 这个全班总平均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就颠倒过来 我们最上面的这个for回圈呢 是这个第一个colour 第二个colour 这样排下去 好 那每一个colour里面 在处理的时候呢 那就是要这个从第一列开始 第一列处理 第二列第三列 这样把它放进去 那因此这个处理列跟处理行 它们所使用的这个for的回圈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像这种样子的话呢 这个当你是外围的回圈 是这个列的时候 你就是要一列一列处理 那如果是最外面的这个回圈的变数 是这个colour number的话 那你就是这一个一行一行的在处理问题 OK 好 那还有 在刚才呢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那个我们事先都已经知道 它有多少列 多少行 那这个是OK 但是呢 这个如果你的这个程式 有的时候不小心的时候呢 还蛮容易错的 例如说这个你宣告以后呢 然后这个nstudent或nstudents 不小心去改变了或什么之类的 会造成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如果我们要确认说 这个index i 跟 j 呢 都是在你所设定的范围之内来执行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来告诉我们说 它是这个有多少列 多少行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必去写这一个确定的某一个数字 好 而你只要知道说 这一个data 这一个二维的正列呢 那么它的这一个 你可以用一个get upper bound 0 那get upper bound 0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第一个这个index 它最大可以到多少 可以到多少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 data 我们讲过它的role major 所以呢 它的这个index的处理方式 是先处理这个列的这一个部分 那因此呢 如果我们想知道说 这个for loop里面 我们为了不想要去这个 麻烦说用哪一个这个 几列几行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可以呢 使用这个get upper bound 0 那这个就代表说 这一个它的role的这个number 它的index最多可以到多少 以这个表格来讲的话 它是4乘以4的这一个表格 那么因此呢 它的data.get upper bound 0 呢就等于4 就是有多少列的意思 那另外呢 在这里头呢 这个j是到这个data.get upper bound 1 那这代表的就是说 这一个它处理的是这个第一行 第二行 一直到d这么多行 好 那因此这是另外写这一个 那个for loop的时候 要用表格来处理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这一种方法 来这个避免掉说你的index 会跑到你所设定的这个范围之外 好 那如果是行的话 那就颠倒过来 先是get upper bound 1 然后才get upper bound 0 用这种方式去处理 好 那还有一种 接下来还要谈的就是说 刚才我们的这个二维的正列呢 它的里面的元素是利用这一个二维正列的方式 这一个一个去assign 像这个样子 那但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这一个它的这个写起来 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很啰嗦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它这个你要确定的给它 这个列跟行的数目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啊 可以使用前面讲过的大瓜糊 来assign这一个正列的里面元素的这个初值 那原则上 这一个外面的大瓜糊是整个表格 然后这个表格里面第一列是90跟84 所以我这里用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大瓜糊夸起来呢 设定它的第一列 然后这里呢 我们利用这个另外一个大瓜糊设定它的第二列 然后再一个大瓜糊设定它的第三列 所以这样排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看起来就仿佛就是我们原先所设定的 那一个二维的表格 那这样子看得很清楚 那也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的时候 那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先后顺序给弄错 那造成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改用这一种大瓜糊的这个写法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犯那一种这个行列 index 的这个错误 那因此这个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另外一种 设定它的初值的这个方法 那另外这里在附带提供一个 这一个right line 的时候 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个东西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它的平均成绩 可以计算到小数点以下非常非常多位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这个output的时候 要使它的output的表格美观 或者是我们希望说这个 我们最多大家都一样 只算到小数点以下第二位的话 那么你就使用这样的一个标记 就是这个F2 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原先讲大瓜糊 是代表说它要被取代的这个内容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大瓜糊表示说 它要被后面的这个变数 individual average i 所取代 可是在这里我们还加上一个冒号 来说明是F2 那就表示说这一个计算结果的东西 要right line到console上面去的时候 要只取两位小数 只取两位小数 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计算结果 小数位数比较偏多的话 用这一种方法 可以让每一个到的数值呢 它都统一有多少位的这个小数 好 那接着我们已经学到了 这个奥尔维的正列 还有它的列的处理 行的处理等等 那这里有一个练习 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能不能写一个程式 然后画出和图若书的图 那这个和图若书是这个中国古书的记载 和出图若书书 就据说就是黄河落水那边 有一只乌龟 应该是年龄很大的乌龟 它的龟壳上面就刻有这样的图案 中国古代的人一看说不得了 这个很有趣 那以前当然没有 中国人不是用那个阿拉伯数字的 所以他们只会用结神祭祀 对不对 所以就用这些东西来代表数目 那代表这些数目呢 如果你把它表成是现代的数字的话 那它刚好就变成一个 这一个横向、纵向、斜向、对角线方向 加起来的数字都等于15 那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人认为这个是不得了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这一个所谓的道家的这些学问 都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例如说 你们如果看那个色雕英雄传里面 那有一位这个黑枣魔女 那黑枣魔女 他里面就一直在计算一些 这个古代的一些算题 那这些算题里面就包括一个 这个和图洛书这个东西 那那个古代的人还编了一个割绝 去背说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数字怎么分配 那甚至听说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这个 桃花岛上面的正法 奇门、遁甲等等都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你看这些数字 所以这代表说你下一步该踩哪里 下一步该踩哪里等等 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表现的 接下来我们要综合 那个刚才所学的这些内容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二维的阵列 来设计一个这个紧致游戏 TicTac Talk 这个游戏其实蛮简单的 绝大多数同学都一定会玩 小时候都玩过 那这个规则当然就是这个三乘三的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呢 依照顺序 那个打圈或者打叉 一直到说这个三个叉连成一线 或者是三个圈连成一线 直的、横的、斜的 那就一续就结束了 这个游戏是AI研究里面 那个第一个 最经常被拿来做这个game 的那个game tree 的这个概念 的这个最原始的一个prototype 因为呢 这个游戏 那个它所能够走的这个变化有限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这个每一部 所可能导致的这个情况 都把它画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像树状的这个结构 所以 所以就好比说是这个 你先走的话 有九个位置可以选 然后呢 你选了哪一个以后 那变成对方 有这个八个位置可以选 然后对方选完以后 再来 你可以每一个有七个位置可以选 所以用这种方式呢 你可以把这个每一部 所能产生的这些变化 都用一个这个树状图呢 来显示出来 这就叫游戏树 game tree 同时呢 这个由这个game tree出发呢 这个他们发展了一套 这个game theory的这个理论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通常 通常是在轮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下的这个 我们要采取的这个行动呢 是要使得在对方的这个 在自己的威胁最小的情况下 然后使这个 使我们能够成功的机会最大 或者是颠倒过来对方的 那所以就是所谓的 mini maximum的这个处理 就是在这个game tree里面 然后你可以这个设定一些演算法 来找到这个game tree里面最佳的这个策略 那同时这样的一个approach 也是经常被人家拿来 这个衡量机器来跟人类下棋的这个过程 所以早期的这些电脑要跟这个人类下棋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西洋棋 还是这个中国象棋 对不对 那我记得提到中国象棋的话 我就想起以前的 我们的这个Fortran的这个助教 那个许 有位许老师 这位许老师呢 这个从小就喜欢下象棋 所以你知道他后来 这一个 第一个 他这个 他就是这一个直接 这个当任助教 然后再升讲师这样子 结果在讲师要升这一个教授以后 然后副教授要升到教授的时候 有一个困扰 因为他的研究都是怎么样让电脑下围棋下象棋下得很厉害 所以这个那时候还不太有地方可以让他发表这一类的论文 那因此要升等的时候就有困难 这个时候刚好那个电脑围棋大赛这个兴起 所以他就参加了这个全世界所有电脑的围棋大赛 结果得到冠军 因此他就因为这个成就升等成功 而且他的这个学生 据说象棋要达到初段以上 才可以入我们来学写这个电脑象棋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一个你可以想见 如果说这个象棋或者西洋棋或者围棋 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种方式去把他们的这个game tree建立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理解到说他如果从这个开始到结束 所有树的这个level全部能画出来的话 那有人就估计说这个围棋或者象棋 西洋棋这些东西呢 你所需要的这个时间 每下一步所需要的时间 可能就跟宇宙的年龄差不了太多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说这个电脑下象棋或者围棋是暴力法 因为他就是往前多看多少步 然后利用一种所谓的heuristic方式去认定哪一种局势对我比较有利 那因为电脑他的运算能力快 所以他可以一次看到20步30步以后的这个情形 也就是那个game tree他可以弄得出来 而且可以找出最佳的这个策略出来 好 可是呢 这个所谓的heuristic这种观念呢 是这个你要设定某一种局势是这个好还是坏 这个就很困难 那因此后来呢 这个大家想到的方法就是让电脑学这个到这个网路上面去 跟很多人去下象棋下围棋 然后利用机器学习来这个找出这个他学习出这个什么时候该下什么子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利用机器学习以后 那这个计算机就比较摆脱了利用这个game tree去搜寻的这种观念 因为如果只是从game tree去搜寻的话 那这个其实呢 这个不算什么intelligence 对不对 只是暴力法而已 但是如果说电脑他自动会去判断一些各种局势的这个好坏 那这个就有一些AI在里头 那因此这个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当这个森兰击败这个卡斯洛波夫的时候 大家觉得没什么 觉得就是说西洋象棋 它的复杂度比起围棋 是少掉了一大堆的order 所以大家觉得这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等到说这个AlphaGo 击败这个世界围棋的棋王的时候 大家就惊觉到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围棋的这个复杂度 如果也建立这种game tree的话 那它比西洋棋又不知道复杂了多少倍 那因此这个大家发现说这个AlphaGo 竟然可以在围棋这么复杂的东西里面 击败这个世界的棋王 甚至这个我们刘美的棋士王明婉 他还会去分析这个AlphaGo下的梅柱棋 有什么意义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蛮厉害的地方 好 那因此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 就是这个AI研究里面 这些骨灰级的这些碰到的东西 好 那我们呢 在这里呢 并没有打算替这一个Tita Toe这个游戏 写作一个这一个游戏艺术出来找最佳策略 我们没做这个事 我们只是呢 让这一个电脑跟你呢 可以这个随机的来玩这一个Tita Toe的这个游戏 你如果跟他玩一下就会觉得他很笨 那玩了两三下就不想玩了 不过anyway 我们来看一看说 这个电脑怎么样来跟这个人类玩这个紧致游戏 好 那首先我们当然要设定我们的这个scenario 情境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说 这个Tita Toe的这一个游戏呢 我们可以落子的地方有九个 对不对 好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二维阵列 智原的二维阵列 来这个存放这个电脑所下的子 以及这个人类对手所下的子 好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列成是三列三行的二维智原阵列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使用者落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要求他设定他要列在 要落在第几列第几行的位置 就是零一二零一二 所以他只要比方说他写一个零 豆点零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这里要下一个他的子 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个是这个人对手他所要下的这个子呢 他的这个位置 好那可是另一方面有一个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二乘二的这个阵列 对不对 那电脑呢 如果说要在这九个位置里面下一子的话 而且又必须是random的 那怎么办呢 好那于是这里是电脑来下子的时候的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九个位置编号从0到8 从0到8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取一个乱数 然后这个乱数呢除以9以后 看他的数字是多少 就让电脑下在哪一个地方 好所以这个是棋盘 人类下的时候以这个二维阵列的index来描述 而电脑下的时候以这个0到8的这个数字 就是随机选取然后落在这个棋盘内 好所以这个是棋盘的这个处理方式 那接着我们当然就是要考虑这个虚拟码 这个游戏的虚拟码 如果我们把刚才这个规则想一想 把它写成虚拟码的话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我们有一个字缘的阵列叫做board 就是棋盘嘛 那它是3乘3的阵列 所以它的index都是0到2 所以就是从00到这个22 那么一开始board里面都放空白字远 接下去同样的这个游戏显然也是一个 do while的这个结构 那因此呢这个do while的结构呢 我们先想想看是什么时候要停呢 那很简单就是说 只要有这个棋盘还有空格的话 我们就应该让人继续下 但是什么时候会跳出来呢 那就是如果使用者获胜 或者空白没有了就跳出来 那如果电脑获胜也跳出来 其他的就照这个逻辑顺序写下来 首先显示棋盘 然后使用者输入位置 那他的位置就是用两个index来决定 那使用者输入以后 要立刻检查他是不是赢了 如果他赢了就跳出来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是使用者的这个决定在哪个位置 那这里呢是计算机用乱数决定一个位置 决定位置以后就要看电脑有没有赢 那电脑赢了以后就跳开这个样子 各位可以稍微玩玩看 我以前每次上课玩的时候 学生都快要笑倒了 因为这个电脑太笨了 你要让他赢了他还不会赢 那这个是整个架构的这个大概的流程 那在这里面呢 显然有一些是比较复杂一点需要去另外处理的 那所以比方说我们考虑的是判断是谁赢了这件事情 算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没有办法在这里写出来的 于是我们就另外再开一个虚拟码 来判断这个使用者胜或者是电脑或胜 对不对 那因此呢 我们就假设这个使用者或电脑 它最新的位置已经进到以后是I0跟J0 那接下去它是不是获胜呢 就要检查它是不是有某一列 那个是这个变成是乘一列 所以这个I0 第I0列 它的第一行元素 第二行元素 第三行元素 三个东西都相等 那这样子就是乘一列 好 那再来检查它是不是乘一行 那就是从这个J0这一行去看 它的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是不是都相等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就是检查这个主对角线 那就是001122 那次对角线就是021120 这个样子 所以用这几个步骤检查过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使用者下了这一招 或者是电脑下了这一步以后 是不是人获胜或者是电脑获胜 好 所以这个是判断使用者获胜 的这个方法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就是电脑要设下一个子 电脑要下一个子 那电脑要下一个子的时候呢 那就是用这个方法 那产生一个0到8的乱数 那这个乱数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如果是在这一列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商都等于0 如果是这一列的话 它的商等于1 这一列的话商等于2 那么这一行的话呢 是余数等于0 然后这一行是余数等于1 这一行余数等于2 所以呢 我们先产生一个0到8的乱数以后 那么利用它对3除以的商决定I 然后对3除以取得的余数作为接0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电脑下的旗子 不可以下在人家已经下过的地方上 所以呢 只要说它决定了I0接0这个位置 它不是空白的话 就要再换一个乱数再重新去处理 那但是如果说这里是空白的话 那我们就跳出来 决定了这个I0跟接0的位置 就是电脑下的这个位置了 好 所以这个是电脑下子的这个演算法 那显示棋盘的话 就是用这种排列这个顺序 然后你把它这一个棋盘 给在荧幕上给画出来 好 那在这里有一点各位要提醒你注意 以前有很多的同学 他们这个其实程度很好 所以他们在交作业的时候 想要把画面弄得美美的 所以呢 在这个Cancel Right Line的时候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把这个画面弄得很漂亮 好 我告诉各位 这个尽量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所使用的是Cancel Cancel的这个应用 本来就没有希望说 你把画面弄得多漂亮 你如果想把画面弄漂亮的话 等到我们后面介绍这个视窗界面 程式的写作的时候 再去美化你的画面 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 使用Cancel的时候最大的重点是 要人家知道说你的演算法是否成功 所以你的这个输出只要整齐清洁 简单到一个地步就可以 不要想办法说把它弄得非常fancy 然后这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功能在里头 那是不必要的事情 因为这个GUI图形使用界面出来以后 这些东西通通变成是不必要的 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 当然有些情况例外 像那个各位可能有用PTT之类的 这个电子布告栏这些东西 那在早期的时候呢 电脑的网路的速度不快 所以他们要用秀这个近战画面 什么等等之类的时候 那就得要从这一个档案里面 拿出一个这一个 有这个Cancel Line Line之类的这个符号 的这个档案拿出来 然后秀在你的这个萤幕上面 那那个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做法 不反对了 还有我们那个年代 还有人就是利用这个Line Printer 就是印这些字符号的这个印表机呢 去这个弄出一个蒙娜丽莎微笑的这个图形 那他就是把一些这个笔画多的这些字 当成是比较深色的这个区域 然后把这个笔画少的部分 甚至是空白呢 作为比较亮的部分 那用这种方式呢 他也可以弄出一个类似这个 蒙娜丽莎微笑之类的东西 好 类似那样子的工作 各位在我们这个课内 不必再做这种事了 就不要再做这类事情 因为那一类的东西 你就留到这个GUI的时候 再好好去发挥你的美工的才能 OK 好 那这个是显示的旗子 好 那因此使用者输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他要输入的东西是这个坐标 就是这个行的index 列的index跟行的index 所以他可能比方说输入1、2 或者是02等等 那我们呢 读进来的时候 注意这里 我们读进来是一个字串 但这个字串呢 我们利用split来表示说 在这个逗点的地方拆开成两个字串 拆开成两个字串 变成这个input 所以这个input呢 是两个字串所构成的这个正列 那因此呢 这个两个字串构成的正列里面 第一个这个子字串呢 就是input 0 那这个第二个子字串呢 就是input 1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input 0 这个字串 利用convert to int 16 当然你也可以用int pass等等 把它转成是一个index 然后呢 第二个这个input呢 也利用这个convert to int 16 或者是index pass 然后把它转成是这个j的这个index 好 那因此呢 接下去我们就在这个 i x j x的地方 然后摆上去这个x 那当然这个是使用者他决定的位置 那我们就假设使用者呢 他不会去下到有棋子的地方 这样简化问题 好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检查的话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 用一个do while的回圈 has vacancy的意思是说 棋盘上还有没有空白的地方 如果说这个棋盘上已经没有空白的地方的时候 那就应该是合棋 如果说还有空间的话 就要这个使用者继续下 否则的话就停掉 好 那这些我们再来 我们把几个重点讲一下就好 所以判断谁获胜这件事情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就是你的虚拟码 跟实际的程式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在这边我们要检查说 这一列是不是构成一列 如果是写虚拟码的话我就这样写 就表示这三个都一样 对不对 好 可是你注意 你在这个程式码里面 如果你也写这个样子的话 就错了 会错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等于等于 它是一个两个运算员的符号 所以当这两个东西等于比较过以后 它的值就是true或者是false 所以这个true force 你再来跟另外一个board里面的位置 再去比的话就错了 因为你就拿一个board的这个变数的值 去跟一个这个street或是character的值去比 那这就不对 不可以 那因此虽然我们在虚拟码上 可以这样写简单一点 但是呢 这一个写成员式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两个等号呢 拆解成为两个等于等于的这个叙数 那这样子的话计算机才 文法上才会通 那因此这一个前面讲的那个 判断获胜的这种方法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弄 好 所以这里有提到 因为这个如果你写等于等于的话 它会解释成这个样子 那我刚刚提到过 这个结果是这个true或者false 而这个东西是一个character 那因此布偶跟character 来等于等于就不行 所以没有办法这个运算 OK 好 这是检查师的空格呢 那么用这个办法 那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东西 我们就跳过了 这一个特例是绩效 为了处理一些特殊的状况 而所设立的一些特殊的data的这个行别 那例如说 这一个在处理一些工程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矩阵 常常很大 而这个大矩阵呢 这个常常里头 又大部分都是0 都是空的 那类似这样的矩阵呢 我们叫做spars matrix 那个就是那个稀疏矩阵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些这个情况 例如呢 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矩阵 在很多物理的这个 或者工程的应用里面 它都是对称矩阵 那这些对称矩阵呢 如果你也使用这个很大的矩阵 用这个刚才那种方法去储存的话 因为它既然是这个三角矩阵 就代表这个主对角线底下 跟主对角线以上 是完全一样的 那因此呢 这个时候你如果也用 这一个一样的 这一个完整的矩阵存起来的话 就很浪费 那因此呢 为了应付这一些特殊的情形 那么这个Sea Sharp 它提供了很多这一种 这一个特殊矩阵的这一个使用 那这个东西 那个稍微复杂一点 而且我看大多数同学 在可见的一两年之内 大概都用不上 所以我就把它跳过去 好 那这个高维阵列 那倒是有可能会碰到 因为呢 在现在所谓的这一个大数据 或者说机器学习这些东西 他们常常把很多的 这一个所碰到的这个情况 把它变成是一个很高维度的这个向量 然后利用这些高维度向量的空间里面的这个运算 然后来这个学习 或者是这个做测试啊 或者等之类的东西 做这个pattern的这个recognition 或者是clustering 所以这里它如果是这个高维的话 你可以看它的宣告蛮简单的 就是用一个方瓜糊 然后里面你有多少维啊 就打多少个斗点 减一的斗点 所以呢 这个假如我们处理的是三维的正列的话 那它的概念就是像这样子 本来我们是一个表格嘛 对不对 那三维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像魔术方块一样的东西 所以有这一个横轴、纵轴 还有这个z轴这个样子 因此你可以想见 像魔术方块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用这一种array 3D这种东西去模拟它 那当然中间的计算等等是很困难的 我就不提了 但是这一些高维度的这一个阵列 运用起来是很头痛的 因为你马上可以看到呢 有一大堆的nested fall在里面 因为你要把每一个这一个cell都照顾到 那其实是很困难的 好那因此呢 这一个seashell他们提供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叙述 叫做for each for each 那for each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即使你这边是再高维的这个向量 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使用一个for each 它就自动会让你从这一个高维的这一个阵列里面 一个一个的来处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必要去写这个好多个for loop来进行 我们只要写一个for each 就可以了 那它就会把这个里头的所有的元素呢 一个一个抓出来来处理 那这个就是for each的这个概念 如果你不使用for each的话 那以这样的一个二维的这个自串正列的话 你就需要写这样两个for loop去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你可以只要使用一个for each 它就把你整个表格 那个依照先列后航的方式 一个一个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一些 好那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这一个阵列的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提到了 这个阵列的记忆的分配 是使用new的方式 向作业系统 要求heap space里面的空间 然后把这个空间的位置 开头的地方 assign 给stack里面的p这个符号 除了用new的方式 建立这个阵列以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大瓜糊 直接assign元素给这个正列 好那么正列里面 常见的演算就是包括排序 包括盗牌搜寻复制这些东西 那我们也提到过可以使用这个乱数 那么这个乱数的next 就是告诉你再拿一个乱数进来 一样意思 好那另外我们也介绍了 二维的规则的正列 所以例如说这个三列两行的表格 我们可以宣告成是一个三二的正列 好那实际上 它的在电脑里面的 储记系统里面的储存 还是使用一维的方式 用地址来储存 但是因为我们有提供给电脑 这个行的数目跟列的数目 所以它可以自动地由这些讯息去找到 这一个你的所要求的这一个元素 好那最后就是说 当我们的正列有好多个dimension的时候 那么使用for each 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 好那这个正列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到下一个章节 就是关于函数 function 首先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函数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这个程式撰写的时候 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这个程式码 都会有的时候它们会重复很多次 或者说这些程式码彼此之间可能只有很小的不同 很少的不同 那么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一些重复 或者类似的片段集中起来的话 那这个集中起来的这个片段 我们就叫它是一个function 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引进来以后 它有很多的好处 那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使你的程式码缩短 而且程式容易读 那容易读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发生错误 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那另外呢 这一个对于这一个开发者来说的话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都写在同一个程式里面的话 那么不同的人在这一个开发这个程式的时候 假定你有三位队友 对不对 总共三位队友呢 那么一次就只能有一个人在写程式 对不对 那其他两个人呢 这个就很难进到你的这个程式里面来处理 对不对 虽然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这个结队 pairing programming的这种方式 那当然是不错的方法 可是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应用韩式的话 那因为这个韩式呢 不同韩式它的这个里面所储存的这个资料 互相是独立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你可以团队里面 说某一个人负责开发A程式 某一个人开发B程式 那另外一个人写主程式 那这个各自开发以后 然后征错没问题以后 再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可以节省这个程式这个开发的这个时间 而且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程式的开发环境呢 都对于这个韩式有特定的一些这个methodology 或者是这个工具来应用相当的方便 好 那我们先告诉你说这个韩式是这样子 那但是呢 这个怎么样可以有效的运用韩式来解决你的问题 那这个我把它叫做韩式导向的程式设计 那这个在我们第七章 就是这个春节 春假后的那个礼拜 我们可能再开始讨论这样的一个观念 好 那么在这一个function设里面呢 我们会学几样东西 我们会最后呢 会把这个锦制游戏 刚才的锦制游戏呢 把它变成是使用韩式的这个版本 所以你可以对照来看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 这一个用韩式来写这个程式 有什么样的方便的这个地方 好 那另外呢 这个韩式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呢 是这前三个 前三个是最主要的概念 那第四个跟第五个呢 这个都是稍微要稀向他的一些 这个特别处理的这些情况 我们到时候再说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韩式的这个呼叫 我们前面都已经用过这个function 就是我们先建立起一个 这一个乱数产生器 然后向这个乱数产生器 要下一个这个乱数 这个乱数呢 是一个可能蛮大的数字 但是假如说我们希望这个乱数的结果 要落在1到30之间 1到30之间的话 那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们用rand.next 然后除以30的余数再加1 然后把它assign给k 这个样子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rand.next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就是一个韩式 那也就是说 这个C-sharp的这个系统 它提供了一个乱数产生器的物件 或者类别在那里 那么这类别里面呢 我们使用它提供的function 叫做next 然后这个next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个 这个乱数产生器 好 那这个这样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写法 我们就说是 我们在程式里面呼叫rand.next这个韩式 那所谓的呼叫的这个意思 在这个计算机的流程控制里面 它是代表这样子的意义 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那个例子呢 它应该是写在这个组成式里面 对不对 好 那因此组成式从这边执行下来 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那它发现说 它需要这个rand.next的这个韩式的帮忙 来得到一个这一个乱数 那于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计算机会去检查说 它的这个整个程式码 它会这个处理到的一些类别跟函数有哪些 然后它去找到以后 发现说这个rand.next这样的一个韩式呢 它放在这个计算机记忆里面的某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那那个地方呢 就是储存了一些要执行的这个程式码片段 好 那因此呢 这个地方 程式就把它的这个执行权 就是这个Seachown执行的这个执行权 就把它转到这一个rand.next的这个函数里面去 所以这边主程式呢 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先暂停 然后就跑到这个rnd.next的这边 到这一边去执行这个函数里面的这个程式叙述 那把这边的程式叙述执行完毕以后 那它才回到原先的这个主程式这里 然后把这个所取回来的这个整数呢 就把这个东西给代换掉 把这个东西代换掉 变成是这一个随机的乱数 除以30的余数再加1 于是它在进行这个算数运算 然后得到这个k的尺 那继续再往下计算 好 因此这个函式呼叫的概念 就是你的程式里面除了主程式以外 它是一个主要的entry point 那么它还会有一些你的程式里面所使用到的 不管是你写的 自己写的 还是系统提供的这一些函式 那么当你的程式执行到 这个需要呼叫某一个这个函式的时候 那么这个CPU 就会把这个程式执行的这个执行的权力 移交到这个function这边来 那这个function里面呢 就开始执行这个function里面的程式叙述 然后这个得到结果以后 就回到原先呼叫韩式的地方 然后继续处理 所以这个是呼叫程式的概念 所以例如说 我们有一个韩式叫做pring a line of stars 那就是比如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是要印50个这个星星 好 那这个印50个星星这件事情 那在组程式里面 我们呢打算这个随机的印 不知道多少行的这个star 那个星星的符号 那每一次都是印50个这个星星 那因此呢 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这个random next 这个得到这个k值之后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东西呢 去印出这个多少列的52个星星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样写的时候 那个程式要做什么事情很清楚 对不对 就是它里面就是要印这个星星 那在这个 你另外去写一个对应的韩式的时候 它的结构是这样写 目前各位要用这个韩式的话 你要follow这一个规矩 就是前面要先写一个static 那这一个后面再讲 为什么需要这个static 等我们介绍class完以后 好 那另外呢 对于这个pring a line of stars的话 它只是执行列印的工作 它并没有要传回某一个数值 因此它的这个return的这个data 它的type是void void是英文里面空的意思 所以这表示说 这个韩式它只做一些事情完了就结束了 它没有把某一个算出来的数值 传回来给你带回去 所以这个跟刚才提到的random dot next不一样 random dot next的话 它算到最后的时候 会有一个这个数值需要传回去 然后取代掉这个东西 这个呼叫 但是我们这里呢 它只是要印东西而已 它没有要接收它传回来的某些数值 因此这个东西就只要宣告它是void就可以 这样一个东西在程式执行的时候 进到这个for回圈以后 每次碰到一个pring a line of stars 这个程式这个CPU就把控制权转到 这一个pring a line of stars这边来 然后呢 来印出这些星星 印完以后 再回到前面这个for loop里面 换下一个i来继续执行 所以这样子的概念就是韩式的呼叫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会有比较多层次的 这个韩式呼叫的这个过程 所以例如在组成式里面呼叫a 那么在a里面呼叫b 那b里面再去执行一些东西结束 好 那因此依照它的流程的话 它会这样做 就是先从a开始 然后碰到a的时候 就换到a这边来执行 那a这里呢 碰到b的时候 就换到b这边来执行 好 那b执行完以后怎么办呢 好 那这里呢 这个是一个计算 function的这个呼叫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回去的时候 是回到你的前一个这个function 所以它是有一种类似所谓的堆叠 stack的概念 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 从这个地方放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组成式里面的其他的function 还有一些所有的资料 先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 然后这个换到a来执行 那a碰到b的时候呢 它就把a的内容也存起来 那这存起来的东西 就堆在刚才的组成式的这个上面 好 那等到b要执行的时候 它把a弄起来以后呢 再执行b 对不对 那b执行完以后 回到哪里去呢 它就根据你刚才所堆下来的东西 堆叠 用last in first out 也就是说像一个一盘叠子 那一叠一叠堆上去 那你每次要拿的时候 就一定从最上面的叠子先拿 那因此这个b这个function 它执行完以后 就进到它的前一个function 也就是a 然后继续执行 那么a执行结束以后呢 就回到这一个原来的组成式里面a的部分 继续再往下做 好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韩式呼叫的这个过程 那在这样一个韩式的这个呼叫过程里面 那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征挫 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在前面看这个征挫器的时候 我有跟各位提到过说 这一个当你希望城市到达中断点以后 那么你可以使用逐步执行 或者是不进入韩式 来执行下一个这个叙述 对不对 好可以这样做 以前都可以这样子 可是当你有这个韩式的时候 那这个做法上就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就拿刚才的Prinestars的这个例子 来说明 好 那在这个程式里面 那我们先设一个中断点 在这个for loop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先建置方案 那我们就开始征挫 那么开始征挫以后呢 我们的征挫器呢 会执行到这个地方 然后它要开始进行I等于0的这个叙述 好 那因此这个地方 我们就使用不进入韩式 好 然后再来就检验你的控制变数I 有没有合乎回圈继续的条件 所以我们再来不进入韩式 我为什么都用不进入韩式 你马上就知道了 好 然后我们再往前进一步 不进入韩式 好 你看到这里 这个黄色的箭头呢 现在就指到Prinestars 这样的一个方权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程式即将要呼叫这个方权 即将要呼叫这个方权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所使用的是征挫的时候 我刚刚提到过有两种 向前进一步的方法 对不对 那之前我们都是在主程式里面 所以我们逐步执行 或者是不进入韩式没差 那都是继续一层的意思 可是呢 当我们在一个韩式上面 选择一个逐步执行的话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 这个执行呢 就跳到了这个韩式这边来 跳到这边来 所以所谓的逐步执行 就是说它就依照你的程式的逻辑 在执行这些步骤 那么因此 依照这一个韩式呼叫的逻辑 在这一边呼叫这韩式的时候 它就会进到这个韩式这边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把这个五十颗星星给画出来 那我们就把它跳过去 直接继续到那个结束 那因此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在不近日韩式再看看 好 那再回去 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就要黄色的箭头回到了 Prene Align of Star这边来 所以代表这个 你呼叫这边的时候来到这边 那这个结束以后 它又回来了 对不对 回来这里以后呢 它还要往下走 然后再回到Ford 好 那因此呢 这时候我们就再使用 进入韩式 然后 那回到Ford的这个上层的地方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又要进到Prene of Star这里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是使用逐步执行 然后换到这边来 对不对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使用的是不进入韩式的话 那么它就会把这整个东西的这个计算 算完以后 传回来以后 它再往下走一格到这里 所以也就是你不会跑到这个韩式里面去debug 那因此 有的时候如果是你的韩式里面有bug的话 你就得使用逐步执行 跳到韩式里面去这个征挫 那如果说你有把握确定说这个韩式呼叫的结果没问题 或者说你就是想要看看这个韩式到底跑出来是多少 再决定下一次要不要进去去检查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不进入韩式 那因此在这一边的时候 原则上就是除非你的韩式里面有中断点 不然的话呢 这个不进入韩式的话 它会把韩式跑完以后回来 然后让你继续下去做 那那个是不进入韩式 而当你要征挫这个韩式的时候 那就得要使用这个逐步执行 所以这个是当我们在做这个征挫的时候 要注意的这个事情 那另外呢 这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对这个写这程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呢 这个征挫器里面 它有一些别的东西 你也可以看一下 像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这里呢 它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是在韩式 主程式里面 还是在这个韩式里面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这个地方 这显示的是 Calling Functions.Program 所以就表示说 你现在是在这个Program的 这个主程式里面在征挫 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跳进去韩式里面 就是这个逐步执行 这里它变成是 这个Print Align or Start 在这边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显示的就是 现在的这个韩式的名称 这样子 OK 好 那另外呢 这边就是所谓的监看式 那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检查说 这个 例如里面有I 如果你想知道某一个变数 在这里的值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在监看式这边输入 然后这个目前它这还没有碰到I 所以这里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再走几步的话 就会有这个东西出现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发现说 现在是哪一个韩式在执行 然后你可以用监看式去检查 这个你想要检查的变数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呼叫堆叠 那个Calling Stacks 那这个Calling Stacks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程式码右边这里 这就叫呼叫堆叠 那呼叫堆叠这一边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说 现在是在哪一个Function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所显示的 是Print of Line of Stacks的第二行 它会告诉你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堆叠的概念 有没有 就是你这个程式呼叫另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程式的东西打包 然后这个堆到那个堆叠去 然后每一次离开一个韩式的时候 就回到前一个堆叠这个样子 那因此呢 这个你看到右边的那个 那个东西呢 就是你的这个韩式呼叫之间的 这种堆叠的关系 那你可以看到呢 一开始的这个Main Function 是被压在最底下 然后现在是Print of Line of Stacks 所以当Print of Line of Stacks 结束以后呢 它就抽掉最上层的那一个内容 然后就回到主程式那边去 所以这个就叫做Calling Stacks 呼叫堆叠 所以当你的这个程式 那这个你要想搞清楚说 好比说这个程式执行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错误 那这个错误发生 它给你的讯息 常常也会包括这个呼叫堆叠 那因此你可以利用这个呼叫堆叠呢 知道说在目前这个韩式发生错误 那它可能跟前面的呼叫的关系是如何 你可以一个人去检查 哪些是相关的这一些韩式 好那这个是关于在韩式里面 征挫器的这个应用 行吗 是 无论的是 要么 你拨抗它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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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越来越来越来越到越多300麦 但是我显虾虾虾虾虾oric 也就是拨打你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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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的 你越来越来越多高兴 在牛仔里这时多伤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